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泼辣媳妇的逆袭》 作者 楼荣荣 由楚婷 林怼怼 协重CV 连妹演播 第五十一集 丝荣道 我去看看大娘 你们睡会儿吧 这些日子也太辛苦了一些 就歇了一下午 我和我哥哥一起去了那个小屋 里面面积不大 可是比我们当时的那个窝棚可好多了 地上先铺上一层纸壳子 然后就是一层破褥子 再然后是我们带着的毯子 上面就是大娘给的被子了 我们俩人中间隔着两袋子米和一桶油 这些日子也实在是太累了 没什么说话的意思 倒在那边就睡着了 一觉睡醒了 外面的天都黑了 我哥哥已经醒过来了 我开门出去的时候 正好看到他在砸煤棚子里边的煤块 已经砸出来了一小堆了 大娘和丝荣正在把这些煤块放到袋子里面 歇一会儿吧 明天再弄一样的 我哥哥笑道 我有时间啊 帮大娘把这些都收拾出来 什么到时候啊 大娘你自己弄了 好 你真是个勤快的 哎 有对象了吗 大娘给你介绍一个 有了 现在还在才会中车念书呢 他笑道 此话一出 大娘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 飞快地看了一眼丝荣 丝荣却是淡淡地笑着 好像也没受到什么影响 可是他的手指头 死死地抓住自己的一脚 我找机会拉住了丝荣 你是不是喜欢我哥 丝荣急忙摆手 没有了 你想什么呢 我笑道 我都看出来了 我觉得你挺好的 要是能做我嫂子 也不错呀 丝荣年纪不大 长得也不差 最重要的是 人很朴实 要是能和我哥在一起 我想一定会幸福的 你别开玩笑了 我家里面的负担那么重 咋可能会有人喜欢我呢 你可不要逗我了 再说你哥对下那么好的条件 别说这个了 他的脸色不太好 我拉住丝荣道 我们家没啥钱 条件差得很 找个对象很难 我害怕 你嫌弃呢 我咋会嫌弃 他着急地反驳 脸都红了 我只是 我只是 只是 只是 不想当第三者 哎 那个范美云呢 爱慕虚荣 早就和别的人在一起了 肚子都大了 现在我哥不知道呢 我也正想着 找机会怎么揭穿了 也不敢和我哥直接说 丝荣啊了一声 眼睛瞪着老大 啊 你说的是真的 我骗你干啥 那个女的 一开始就没看上我哥 只是介绍人 是两家亲戚 而且我哥赚的钱多 生活费 管我哥要了不少 就是把我哥 当钱袋子了 范美云的爹妈 和他一样不要脸 做了对不起我哥的事情 还在那边装逼 对外面说 是因为我哥没出息 才不嫁给他的 俩人分手不到一个礼拜 他就挺着肚子 嫁给有钱人了 摆明了 就是在耍我哥 更可笑的是 在他提出分手之前 最后一次见面 他还要骗了我哥 一百多块钱 那都是我哥 拼死拼活 赚出来的血汗钱 还对我哥哥说 他喜欢着他 只是因为家里欠债 父母逼迫 不得不嫁人的 可怜我哥哥 信以为真 还想要帮忙借钱了 结果 在背后 却一直在说 侮辱我哥的话 说他是无能太监 所以才分手的 掩盖 他移情别恋的事实 我哥知道了真相之后 难过的大病一场 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后面几次处对象 他都是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警生 也不敢轻易付出感情 各种阴差阳错 最后也没有结婚 孤零零地 离开了这个世界 慈容咬着牙道 这么不要脸的女人 一定要让你哥哥 早点认清他的真面目 嗯 长痛不如短痛 让我哥哥知道 这贱人的真面目 不能再像前世一样 受到打击 我看了看外面的天色 然后说道 我们领着我哥 去财快中专吧 他的同学 一定知道他的真面目 揭穿这个狐狸精的真相 慈容想了想到 我有一个主意 嗯 那附近有个夜市 我们就说 一起出去买东西 然后顺便去学校看看人 你觉得怎么样 我点头 好主意啊 就让我哥过去 然后找机会去学校 说不准 就能查到什么呢 就算碰不到范美云 可是说不准 能去那边 找到范美云的同学 问出来点什么 我们打定了主意 就拽着我哥 去夜市玩 我哥收拾着煤块笑道 这都天黑了 就别出去了 我再顺便 把木材劈出来 得了吧 你休息好几天呢 明儿再干吧 赞说了 这么晚了 你还要干活 就要打开 没棚子的灯了 多浪费店呢 我说的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重生之泼辣媳妇的逆袭 作者楼荣荣 由楚婷 林怼怼 携众CV 连昧演播 第五十二集 我哥一听 我哥一听也就算了 不好意思浪费人家的电 我们就一起窜夺着 要他去夜市 我哥哥说 这不太好吧 再说了 我都和范美云说好了 明早再去找他 他说完了 就有点不自在 我就知道 我哥一定会暗地里面联系他的 我小的 我听说了 那边的菜饼子很便宜 明早上就吃这个当早饭了 不然 还要让大娘帮我做饭吗 再说了 就给他一个惊喜呗 提前一晚上见面 不是挺好的 女孩子都是喜欢惊喜的 尤其是范美云这样的 读过书的 更喜欢浪漫 你说是不是啊 思荣 我推了一下思荣的胳膊 思荣也赶紧搭枪了 没错 要是提前一个惊喜 就更好了 我哥就被我们说动了 点头说道 好 那既然这样 我就带你们去 等我一下 我洗个脸 他可不是光洗脸了 他还换了一身衣服 白衬衫 蓝色裤子 还换上了一双 那个年代很流行的回力鞋 我哥身材高的 又经常干体力活 身材非常的健壮 人看着也干净清爽 思荣看到哥哥从小屋出来 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脸刷的一下就红了 一直小心翼翼地看着他 还生怕被人发现了 我心里一直暗笑 装作不知道的 我哥天生就是个大帅哥 吸引人无数啊 同时我又觉得可惜 他常年累月地干体力活 穿上干净衣服的时候都少 他的帅气又有几个人能看到呢 我哥有些不自在地 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袖口 才说道 行了 我们出去吧 现在不早了 要早去早回啊 好 我笑道 哥 你家很帅 行了 走吧 别开玩笑了 他咳嗽了几声 大步地走了出去 思荣先去里面 和大娘说了一声 大娘心情好多了 嘱咐了我们一阵 才让我们出来的 大娘真是好人 我说道 思荣点头 可不是 可惜我表姐现在过得不好 算了 她有正式工作 还住着楼房 我过得还不如我表姐呢 不说这个了 我也不再说这个话题了 思荣的家庭就是个大负担 要是将来结婚 有她爹妈卡着 彩礼就是很大的问题 我又想到我 一天日子没过 就成了一个离婚女了 更是悲催 不想了 越想越闹腾 夜市 离着这里也不远 这附近的很多人都去 买东西的 看热闹的 溜达玩的 所以那边非常热闹 我和思荣一边走 一边说笑 前世 我每天都在拼死拼活地赚钱 可没有逛过夜市 我就很新奇地看着周围 每个摊子上面都是点着嘎丝灯 非常亮 这里有很多白摊的 卖菜的 卖水果的 还有卖小吃的 烤包米 蒸豆包 土豆饼 油条 韭菜盒子 还有各种口味的拉面 闻着味道 真是好极了 前面又卖衣服鞋子的 摊子前面也很多人 另外 有些卖饰品的 都是几毛钱 一块钱一个的 头花什么的 我看了看 也没有特别喜欢的 倒是思荣 买了一个蝴蝶形状的发夹 戴在头上 亮闪闪的 很漂亮 我哥哥 看着周围的摊子 心情很好 这里真的是不错啊 是啊 这里的衣服很便宜 我都是从这里买的 思荣笑道 嗯 挺好的 我哥看着那些衣服道 只是啊 你们都是小姑娘 应该穿得好看点 应该买几件 出门穿的衣服比较好 这年轻漂亮的时候 自然是要好好打扮的 思荣答应了 他的脸红红的 一直看着我哥笑 我就走在后面 想要给两人接触的机会 思荣是挺喜欢他的 可是我哥是一个专情的人 在没有和对象分手之前 绝不会和别的女人凑在一起的 先让两个人慢慢接触吧 我们走到了卖衬衫的地方 都走不动了 这里面的衣服还真好看 各种衬衫 格子的 花纹的 圆圈圈的 白的 红的 还有那种中式的衬衫 上面像是珍珠一样的扣子 看上去都相当的好看 也不是很贵 一件衬衫只要八九块 我和思荣一个人买了一件 她的是水红色的 因为它比较风润一些 所以买了一个大号的 我买了一个小号的 白色的 带着竹子花纹的 我们两个人 拿着衣服 在身上比划了一下 觉得挺好的 思荣特会讨价还价 和小贩默契了半天 最后 我们花了六块钱 买下来的衬衫 我又买了一条运动裤 我想着 以后干活 也会需要的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重生之泼辣媳妇的逆袭 作者 楼蓉蓉 由楚婷 林怼怼 协重CV 连妹演播 第五十三集 我很高兴 这是我两世 第一次给自己买衣服 前世 我都是穿工作服 还有人家不要的衣服 捡回来 就穿着了 后来 我的娇娇长大了 我就穿 她替换下来的校服 这辈子 我回到了二十岁 要美美的过一辈子 我让我哥哥买 却被他拒绝了 哎呀 我衣服够穿了 留点钱给爸妈 还有美云的生活费 我得给攒着一点 不用了 为啥还要给他 他不是马上要毕业 要参加工作了 要买几件好衣服 也不能让他太寒酸了 我哥的眼睛 看着那些衬衫 我知道 他是选适合他的衣服 不过 他不好意思 当着我们的面买 我很心疼我哥 所以 就更加怨恨 翻美云了 我们路过一个 馄饨摊的时候 就看到大锅里面 不断地冒着 咕咕的热汤 香味扑鼻 老板把两碗馄饨 放在了桌面上 抓着香菜 和辣椒油倒进去 时刻就拿着勺子 盛出来 狼吞虎咽 我有点馋了 很多年 没吃馄饨了 我哥笑道 来吧 我先去吃馄饨 别这样 我急忙说 我们继续走吧 前面就是财经学校了吧 过去看看 我不去 你们吃你们的 我哥哥笑着 把我按在了椅子上 又去拉丝蓉的胳膊 让他一起吃 丝蓉的脸 就和猴屁股一样 扭泥地坐在我身边 我们三个人 我们三个人坐在一张桌子上 要了三大碗馄饨 我吃了一口 顿时觉得味道鲜甜 加上一点香油 那种感觉真是太好了 我幸福的 都要掉下眼泪来了 丝蓉加了很多辣椒 低着头 慢慢地吃着 鼻尖上都是汗 时不时 抬头看一眼我哥 我哥哥 大口大口地吃着 也没在乎 这个女孩的意思 我们正吃得高兴呢 突然听到了身后 响起了一个女孩的笑声 是那种非常欢快的笑声 其实声音不是很大 可是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 真是巧了 范美云竟然来了 她穿着红色裙子 八十年代常见的那种 粉红色塑料凉鞋 宽步而来 身后还有一个 胖得像是肥猪一样的男人 就是她要嫁的丈夫吧 前世这些事情 都是赵琴 在和我哥哥争吵的时候 我听说的 当时 我已经在谢宴来家里面 做奴才了 根本没机会 见到她的对象 两人手拉手 范美云紧紧靠在她的身边 一声说笑着 男人的手上 拎着好几个袋子 全都是衣服 俩人的态度 非常亲密 我下意识地 看向了我哥哥的方向 我哥哥显然也听到了 本来非常惊喜 可是很快就变成了震惊 有些难以置信地 看着他们的方向 我哥哥很难相信 自己的对象 会和别人在一起 整个人都傻了 一点反应没有 范美云这时候 一声地说了什么 胖子点头 没问题 你要啥我给你买呀 俩人就这样 走过馄饨摊子了 我哥蹭地站起来 把自己的那碗馄饨给撞翻了 丝绒慌弯地扶住了自己的碗 我看着他 然后就要追上去 我连忙 用力地拉住了我哥哥 你撒手 我要问清楚了 我说 你别着急呀 万一是误会呢 再好好听听吧 说不准是亲戚呢 万一要是闹出来 什么误会咋办 他一定会以为 你是一个小妻的男人 那就不好了 要是现在追上去 范美云这个贱人 自然会有各种方法 来掩饰自己的罪过 还是让那个女的 自己把她的丑恶行径 给全都暴露出来 让这个女人 解释都没办法 直接定死了最好 我要问清楚了 我哥哥到底也没有发作 他的脸色很难看 攥紧了拳头 飞快地往前面走 为了不让范美云发现 我紧紧地跟着我哥哥 不让他冲过去打人 范美云和男人 轻轻热热地走出了街市 然后走到了一个 天僻的小胡同 那个男人看了看四周 我赶紧拉住我哥 躲在了一个电线杆子后面 这边灯线昏暗 应该看不到 那个胖子 按住了范美云 就这么亲吻过去 阴影里面 两个人紧紧地贴在一起 就像是八爪鱼一样 抓住了那个胖子 我简直要拍手称快了 好 很好 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 就怕你什么也不做呢 这下子 找什么借口都白搭了 我哥哥看得 双眼冒火 脸色猙獰 我还是头一回 看着他又这样生气 我和丝蓉生怕地冲过去 一边一个 死死地拽住他的胳膊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重生之泼辣媳妇的逆袭 作者 楼蓉蓉 由楚婷 林怼怼 携众CV 连妹演播 第五十四集 我哥哥低声道 不用担心 我不会出去打架的 你们放开我吧 可是 我们谁也不听他的 我说道 让两个人说话吧 你不用在乎 这样的水晶洋花的女人 根本不算什么的 我哥闭上眼睛 急促地呼吸着 我们在外面 等了半天 俩人才亲热完了 范美云娇滴滴的声音 传了过来 哎呀 你干什么 这么着急呀 被人看到了 多不好意思呀 哎呦 我怎么能不着急呢 我恨不能 现在就把你娶回家呀 胖子呼吸急促 嗯 时间不是都定了 十一就结婚了 你担心啥 范美云笑道 你还担心我跑了呀 哎呦 你这么好看 万一真跑了呢 范美云哥哥一笑 我肚子里面 都有你的孩子了 还能跑了 慈容吓了一跳 轻声喊出来 身子也动了一下 倒是我哥哥 从一开始 就像是一个蜡像一样的表情 一点也没有反应 只是他的额头上 全都是汗水 眼睛星红 嘴唇都是苍白的 他看着女友的方向 表情非常痛苦 我哥哥是个很简单的人 喜欢上谁了 就要一心一意 可是这位女人 显然不是那种人 我弟声道 哥 别冲动啊 我哥哥摇头不语 拳头钻得 咯吱咯吱地响 范美云在那边 继续笑道 我这辈子 除了你之外 不会嫁给别人了 胖子说 你不是还有一个对象吗 我是担心 你跟着他跑了 哎呀你知道的 那是我家亲戚 给介绍的一个村逼 我好好的中专生 前途无量的 为啥要和一个 种地的土鳖在一起啊 哎呀 我和这样的人结婚 就得回村了 能和他一起 下地干活吗 我的手 这辈子是抓钱的 可不是抓财的 他举起了 自己白嫩的小手 那人抓住了范美云的手 放在唇边亲吻 有道理 你这白白嫩嫩的皮子 在晒坏了 那我得多心疼啊 嘿嘿嘿 范美云手指头 戳了戳那人的胸口 少说好听的 我可告诉你 要是彩礼钱不够 我可不会嫁给你的 放心 两万块彩礼 一户小楼 我爹都答应了 嘿嘿 我很钦佩 那个时候能有楼 还能拿出两万块的人 也不多呀 真是够有钱的 怪不得 这个人长得这么有爱观瞻 你都愿意嫁给他了 范美云满意道 这还差不多 走吧 我要回学校了 胖子不舍的 咱们去旅店吧 我好不容易 才有时间找你的 买完东西 你就赶我走啊 哎呦 你再坚持一阵吧 我没毕业呢 老不回学校去 人家会说的 再说 我如今不到三个月 要是出事了咋找 范美云的声音 更小了 等结婚了 咱俩天天在一起 好不好 胖子凑到了范美云的耳边 打起来 或者是砸东西 发泄什么的 可是 他却只是平平静静的 看着俩人走远 然后 转身 往回走 我和思荣 赶紧跟上去了 思荣不敢开口 我就劝了他几句 无非就是 那个女人不是好东西 不用在乎 以后会遇到更好的 大丈夫 何患无期 如此这般的 我哥也不说话 越走越快 我和思荣 在后面小跑追着 最后回到大娘那边的时候 已经是 累得气喘吁吁 小腿 都和灌了签一样了 我哥哥回头 看了我们一眼 然后说道 天天晚了 明天你还要去上班呢 睡吧 我知道 哥 你 我没事 睡吧 我哥进屋去了 当天晚上 我没和我哥哥 一起去窝棚里面睡 而是和思荣一起 在大娘家的客厅 打的地铺 思荣不太能睡着 一直翻来覆去的 我也睡不着 心里有些后悔 是不是该早点 用一些温和的方法 让我哥 可以知道自己被骗了 可是 想来想去 也没想到 有什么好的办法 我不想当一个 搅乱是非的小姑子 只能这样了 思荣低声对我说 大哥 不会有事吧 不会 男子汉 他丈夫 流血不流泪 嗯 我也觉得 大哥是想得开的 他闭上眼睛 睡了 我小心地 听着我哥那屋的声音 一直没有什么反应 我也渐渐地 迷糊地睡着了 只是我在半夜起来 上厕所的时候 听到了我哥哥 那屋的声响 好像很难受 我急急忙忙地进去了 我哥哥在发烧 额头上烫得吓人 而且浑身都在打冷战 我吓了一跳 就要喊出声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重生之泼辣媳妇的逆袭 作者 楼蓉蓉 由楚婷 林怼怼 协重CV 连妹演播 第五十五集 我哥哥拉住我白手 声音沙哑 别说话 这不是咱家 不好 我眼泪都掉下来了 哥 你不要难过 是我的错 要是我早点告诉他 让他有个心理准备 就好了 我哥哥道 别说虎话 这是有你的错吗 他说的对 是我自不量力 我一个种地的 这样前途无量的女人 我不配 哥 我急得值多久 何必要听这个贱人的话 他不喜欢你 你还骗你钱 一直也不说 摆明了就是坏蛋 我们要把他骗你的钱 要回来 我哥笑了笑 除对象的时候 给的钱 还能往回要的 那都是自愿的 不成就算了 你当我是现眼来 去 哥能把水了 揉这嗓子疼 我也只能答应了 赶紧往外面走 我可做不到 哥哥那么善良 刚打开水缸盖的时候 就听到身后 有人说 别喝生水 喝茶水吧 我这里有凉茶 我回头看过去 大娘起来了 他穿着白色碎花背心 递给我一大瓶的 大麦茶 我赶紧接过来了 吵醒您了 没有 我没睡着 你哥哥出事了 我点点头 把我哥被那个女人 骗了的事 简单说了 大娘叹道 这就是命 好人都找不到好对象 我姑娘也是一样 我也觉得很难过 安慰大娘 她会好的 将来生了儿子 就可以过得很好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 我每天都在烧香 这一胎啊 一定得是个儿子 唉 算了 不说了 我睡觉去了 她说着 就进屋去了 我看着大娘的背影 也是一声叹息 静静人不错 还是个老师 就因为 嫁了一个混蛋 让母亲跟着受罪 好好的日子 过得也不好 真是够可惜的 我拿着茶水 给哥哥送去 我哥也不知道 从什么地方 摸出来了两片药 吞下去了 灌了一杯的茶水 就打发我 去睡觉 你放心 我以前生病 比这个都严重都好了 回去吧 你在这里啊 已经向我睡觉 我也只能回来了 心里恨透了 那个贱人 第二天一早 我起来 赶紧去看我哥 他没什么变化 就是眼睛 有点红 也不怎么说话 我对我哥说 哥 你笑一个 好不好 我哥摸摸我的头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 我好着呢 啊 别担心我 可是你今天不是说了 要找他的 我不去了 我哥想了想到 我送你上班 就去找一趟王老板 哎 上次他说有一个活 在隔壁上的 需要两年 当时我想得太远了 现在没什么顾忌了 我到时候去省外干活 你也能多存点钱 屋子里面 一声清脆的声响 是思荣手上的碗 摔在地上了 他慌乱的道歉 啊 大娘 我不是故意的 没事 不就一个碗吗 你这是咋了 啊 没什么 手一划就掉下来了 我哥没在意 里面的事情 对我说 你要是能在那边的厂子上班 我也就安心了 我一个大老爷们 去什么地方都没事 我想劝我哥哥留下 可是他不肯 我想要是我的话 也一定不会愿意 把他的机会夺走 之前 我因为见义勇为 得到了两百奖金 加上一百多的工钱 也算是一笔 不小的收入了 我就存了两百五 在银行里面 剩余的 想给我哥哥 被他拒绝了 我寄入家具一百块 剩余的 准备给范美云的 这次也省下来了 手上宽松 我也能出去闯荡闯荡了 他故作轻松地笑道 哥 我舍不得你走 我心里酸涩 好不容易才和哥哥的距离 拉近一点的 真舍不得呀 傻孩子 你也不可能一辈子跟着我 我有时间就给你写信 我俩在思荣的大娘这边 吃的菜饼 是昨天晚上从夜市买的 我哥哥一直沉默着 思荣沉默着 也不知道在想啥 大娘大概是看出来什么了 也没有说什么 我哥把菜饼子 泡到了热水里面吃 我就知道 他一定是牙疼了 他和爸一样 只要上火了 就往牙齿上面供 赶紧给他倒水 让他吃消炎药 他笑了笑 哎呀我没事 过了他就好了 我让他张嘴 他不肯 一手拦着我 只是说牙床子有点肿了 思荣赶紧说 中午做面疙瘩吧 大哥能吃的 大娘道 行啊 我正好想吃了 我哥急忙笑道 麻烦你们了 别客气 思荣道 大哥 我也想和你一起住外地打工 行不行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重生之泼辣媳妇的逆袭 作者 楼蓉蓉 由楚婷 林怼怼 携众CV 连昧演播 第五十六集 我哥筷子炖了一下 然后说道 外面的活太辛苦了 而且 举目无亲 我不在乎 反正我在这里也没啥合适的活 思荣殷切的说道 我也就是出大力 要是碰到了坏人 一定很危险的 所以我行思着 大哥可以维护一下 我就感激不尽了 再说 外面工资也能高一点 我能剩下几个钱 我哥想了想 就答应了 成 要是有合适的话 我都带你一起去 思荣欣喜的点点头 吃东西都格外香甜了 大娘笑而不语 给思荣加了一点 拌好的香菜和葱 吃完了饭 我就和我哥 一起去建造厂了 这里啊 在整个城镇 都是很有名的 厂房建造得很漂亮 里面有宽大的一个场地 里面停放着 很多的大货车 还有好几个 五层以上的高楼 门口 还有人站岗放哨呢 我走过去 就有人拦住我 干什么呢 啊 我是来上班的 我叫做柳瑶珍 我有点紧张 两辈子也没有来过 这么高大上的地方 我哥走过去 把高山峰给我留下来的 一个介绍信 给了他 那人上下的 打量着我 然后走进门卫室 过了一会儿 对我挥挥手 进去吧 第一栋灰楼 二楼又转啊 我点点头 看了一眼我哥 我哥对我摆手 去吧 我在家里等你回来 哥 我也不知道 该说什么好 紧张地扭着手指头 我哥笑道 你不要紧张 想想你面对歹徒 都不害怕 害怕别的 我深呼了一口气 整理了一下 自己身上的衬衫 走进去了 就是昨儿 刚从夜市买来的衣服 路过窗户的时候 我看了一眼 我也学着城里人一样 把头发 扎成了一个马尾辫 看着还挺精神的 进入办公楼 我就见到了很多画像 还有宣传标语 台阶上被清扫得一尘不染 地面湿漉漉的 一看就是刚刚拖过 二楼里面的办公室 大门开着 我见到钱秀秀在里面 和一个中年领导 说着什么 两人都是笑盈盈的 气氛很融洽 钱秀秀看到我就笑着说 你可算是来了 范主任刚才还念叨你呢 那个中年男人 看了看我笑道 你就是柳瑶珍 不错 小同志表现得很好 我谦虚了几句 就把介绍信给了他 范主任看了一眼 就卡戳了 放在了抽屉里面 又给了我一张表格 我一边填表格 一边听他说话 好 既然是上面破格路用了 我当然欢迎 只是我们现在 只有两个职位空缺 一个就是当清洁工 每天负责这几栋大楼的卫生 另外一个呢 就是食堂的洗菜工 你自己选吧 试用期半年 他笑道 我刚要说话 钱秀秀就笑了起来 我看柳瑶珍要失望了 他还以为是有好工作的正事工呢 只要半年后 我就给你转正 别担心 他可是英雄 让人家做这样的工作 岂不是有点委屈他了 我看了一眼钱秀秀 笑道 这话不对 做什么 都是为了社会主义工作做贡献 再说 我本身也没啥文化 给我那些做办公室的活 我也做不了呀 我愿意服从领导分配 你能想明白这一点 就是个好同志 范主任笑道 那您就去食堂洗菜吧 别这样了 还是在办公楼打扫卫生吧 一个月比洗菜工多赚二十块钱呢 钱秀秀道 范主任看向我 我自然不会反对 多赚钱谁不愿意 我没什么低等的感觉 我前世什么苦没吃过 都习惯了 领导给我确认了工作 每天早上和中午 各清理一次办公楼 扫地擦地 擦玻璃打水 还要清理各个办公室的垃圾 一周休息两天 实习期一个月 是九十三块钱 等到转正了 一个月一百四 这不是什么好工作 工资也不高 钱秀秀是相当不以为然的 这个单位有个好处 就是单位提供吃住 也就是说 这些钱除了一些必需用品 我全都可以留下来了 所以我还是很欣喜的 对领导道谢 然后就出来了 我要去后勤部 去领工作服和扫帚托部之类的 还分给我了一个单人宿舍 虽然只是一个清洁工 但是我现在的感觉 就像是飞上天空一样 真是又高兴又满足 钱秀秀表现得也挺高兴 他一直领着我去后勤 见到人问 就热情地介绍 这是新来的清洁工 就是在工地弄到工作的那个 多幸运啊 我也替他高兴 与其别提 多让人别扭了 可是偏偏还挑不出毛病来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重生之泼辣媳妇的逆袭 作者楼蓉蓉 由楚婷林怼怼 协重CV连妹演播 第五十七集 说到底 我也没对你未来的丈夫咋的呀 不过就是说两句话而已 你至于把我当成是对手 后来我想 应该是想多了 他是真不把我放在眼里的 领着被褥和脸盆什么的 给我领到了单身宿舍前面 钥匙也给我 就直接走人了 临走前道 哦 你有啥不懂的 直接和我说 你始终也救了我的 你也不容易呢 我到了县 就开门进去了 里面到处 都是尘土飞扬的 不到十米的大小 但是 我已经很知足了 我清理了一下午 才擦出来 收拾到一个小柜子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些东西 这里的前一任主人 也不知道干什么的 到处都是纸张笔记本 上面密密麻麻的 全都是一些字母 应该是外国字 可是我看不懂 我活了一世了 我女儿也是上了大学的人 我也跟着看了不少 我虽然不知道 这些东西是啥 可是不是英文 是别的国外文字 我拿着这些东西 全都整理起来了 然后一张一张的 用抹布给擦干净了 放在一边晾干 床底下 我又翻出来了一个 厚厚笔记本子 这个人一定是个爱学习的 一看就是经常翻动的样子 我打开来看 飞页上是一行非常有力量的文字 知识就是力量 1984年8月8号 落款是一个叫欧振海的人 我想了想 是五年前的笔记本了 我翻开里面 全都是读书笔记 我翻到最后一页 有一张三寸左右的照片 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他长得很帅 眼睛非常有神 薄薄的嘴唇 紧紧抿在一起 穿着白色衬衫 一脸坚毅的神色 我看着这个人 心里想着 不知道这个人 现在怎么样了 离开了这个场子吗 我小心翼翼地 把这些东西 全都整理出来了 然后找了一个大的鞋盒子 把东西放进去 我觉得 人家好容易写出来的这些东西 扔了太可惜了 要是有机会的话 就还给他吧 当天我就开始做事情 和我一起清洁卫生的 还有一个姓魏的女人 我叫她魏嫂 她已经过了退休年纪了 因为没有人接替 所以只能就先干着 所以见到我来了 脸上笑得跟开花了一样 我可是要解脱了 这几天都要累死我了 我可算是可以退下来了 我笑道 魏嫂子 你可要教教我呀 我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呢 放心 我看你是个机灵的 其实 这事很简单 多做事 少说话 不要打听别的事 保证你一辈子平平安安的 我点点头 的确是一个建议 不要问太多的 只管做好 本职工作就行了 她是个善良的人 领着我去拿工具 还告诉我怎么打扫 从什么地方打水 还有怎么样的擦玻璃最快 看到这些花了吗 可不能乱浇水 我当初就是一天浇一次 就给淹死了 顶楼的王厂长喜欢喝热水 每天七点半 你进去冲一杯 其余的 范主任还有三楼的那个干事 都要倒水 其余的不用管了 这个也不算是溜息拍马 你干了活 就需要让领导知道吗 我认真地记下来了 心道 我得准备个本子 把这些事情 给记住了才行 她看到我认真 也一直在交给我 我很幸运 她是个要退休的 不然 估计不会说的 我看到她好说话 找机会问了一句 哦 我住的那个宿舍 以前住的是谁啊 我看到了老多的笔记本呢 魏嫂脸色一变 淡淡地笑道 我也不知道 这宿舍来来回回的都是人 有住了几天就走的 也有结婚搬出去的 临时工更多 我真的记不清楚了 咱们去扫扫外面吧 我点点头 我对那个男人的好奇心 是有的 可是 不至于到了 非要弄清楚的地方 就不再问了 到了九点多的时候 正好赶上员工开会 好多人在走廊 进进出出的 我当时 正和魏嫂擦着走廊的 那些树木的叶子 蹲在那边 小心翼翼的 我感觉到 很多人都在看我 我心情平静 看就看呗 也没少一块肉 高山峰一直没来 不知道 是不是有什么任务 高山峰过来的时候 是和一个戴眼镜的同事 上楼的 两个人手上拿着文件 也不知道在说什么 神情很严肃 高山峰见到我 便是一愣 似乎是难以置信 我赶紧站起来 笑着和他打招呼 你来了 你怎么在做这个 啊 什么意思呀 我在做清洁工呀 我笑着 抬起胳膊来擦汗 把领导给我的待遇 给说了 他的脸色 却是越来越难看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重生之泼辣媳妇的逆袭 作者 楼蓉蓉 由楚婷 林怼怼 协重CV 连媚演播 第五十八集 我明明跟你联系的 是数据统计员的话 而且一进来 就是正事工 为啥你现在 在做这个 你跟我来 我带你去找范主任 他似乎很生气 拉住我的胳膊 往前走 我听他这么说 想到钱秀秀和范主任 提前见面说的话 心里就有数了 能告状吗 必须不能啊 领导已经决定的事 我也没有什么底气 和人家争 我也没证据证明 这事和钱秀秀有关系 我刚来一天 就和一个工厂 高薪聘请过来的大学生 发生冲突 让他对象和他吵起来 有意思 我忙拦住他 笑着说道 高大哥 你可饶了我吧 我做这个好好的 你带我过去干啥 上面的明明是 哎呀 我小学都没毕业 不识几个字 你让我去做 我也做不了啊 而且 我本来进来 就是破格路用的 要是再去 要什么 做办公室的活 那就更不好了吧 我做不好 岂不是 要给你抹黑 高山峰也只能算了 他很遗憾 没让我有一个好工作 我笑着说 我会好好努力的 做啥都一样 别让领导为了我破例了 赶紧开会去吧 高山峰走了 我看到 和他在一起 那个眼镜男 临走前 还似笑非笑地 看了我一眼 似乎是欲言又止 不过 我懒得问 我回去 和魏嫂继续干活 一直到了中午 干完了 有点腰酸背疼的 三栋楼的卫生 也是真够累的 魏嫂中午 带着我去食堂打饭 我们这个级别的 只能去第一食堂 里面的饭菜 最简单 反正免费的 也不指望多好了 一人打了一碗的 大头菜炒饭 就这么吃着了 他告诉我 你回头 自己弄一点豆腐干啊 香茬什么的 不然这么吃 早晚又营养不良了 我点点头 嗯 我知道了 这里其实也算不错 清洁工 三点半就可以下班 我对领导说 要回去 和我哥哥说一声 他们就让我回家去了 早上五点半就要来的 别来晚了 我连忙答应了 一路上 我都要飞起来了 不管是清洁工 还是别的活 反正 我现在有工作了 为了庆祝这个事情 我在单位的小卖店 买了一瓶白酒 一袋油炸花生米 一盒八个的松花蛋 我哥哥其实喜欢吃糖 我又买了一袋子的冰糖 煮粥的时候 也可以放一点 这些东西 花了我五块钱 我真是从来没这么大方过 谁知道 我拎着兜子出来 就在前面巷口 站着一个不素质客 不是旁人 竟然就是昨儿才见到的范美云 我想了想 很快也就明白了 我哥哥一定是和他说了 我有工作的事情了 找不到我哥哥 只能来找我了 他穿着一身运动服 头发也是用黑色的头绳 扎着的 和昨儿那花哨的打扮 完全不一样 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是个 清纯的小白花呢 我心里冷笑 这个女人 真的是有智慧 知道见什么人 就要搭配什么样的打扮 所以 才可以顺利地 骗男人的钱呢 他见到我就 焦急地过来了 哎呀 你哥哥咋样了 为啥没来找我 生病了吗 我笑了笑 是啊 他不太舒服 啊 怎么这样 你带我去看看吧 他说着 就要拉住我的手 我直接拉下他的手 我哥之前可说了 不想见到你呢 哎 你这是怎么了 他一脸的不知所措 哎呀 究竟怎么了 我淡淡地看着他 行了 有些话 我不想说得太绝 我哥现在不想见你 你就不要往上凑了 没意思 我说着 就要往前面走 范美云拉住我 一脸急切地说 不准走 你给我说清楚了 是不是你说我什么坏话了 我觉得好笑 我都没怎么和你接触过 我说你什么了 你要是没使坏 就带我去见你哥 范美云一指气使的 前世他就是这样 从来没瞧得起我过 我说道 这事我不管 你不要缠着我 是他自己不见你的 不是我拦着的 我推开了范美云 大步地往前面走 范美云踉跄了几步 咬牙道 我们感情那么深 怎么就妨碍到你了 你怎么这样不讲理 你现在有了正式工作 就可以欺负人了 我现在就去找你领导 无缘无故地破坏 我和你哥哥的感情 简直太过分了 我皱眉看着他 真是够不要脸的 这里人来人往的 我很不想让人 听到这些龌龊事情 他倒是 蹬鼻子上脸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重生之泼辣媳妇的逆袭 作者 楼蓉蓉 由楚婷 林怼怼 携众CV 连昧演播 第59集 我刚要骂他 就见到我哥 大不流行地走过来了 他冷冷地看着 范美云 你为什么要在我妹妹面前 那好 我怎么了呀 为什么她不让见你 范美云哭得梨花带雨 我们上次在电话里面 不是说得好好的 为什么现在你就对我这么冷漠了 是他说了什么 是不是 我是冤枉的 我什么事情都没做 我哥苦涩一笑 你什么也没做 范美云一浪 然后咬唇的 你真的相信别人的花言巧语 也不相信我 咱们的关系一向很好 可是你却无缘无故地怀疑我 没结婚你就这么喜怒无常的 要是结了婚 还有个好 我哥道 所以你要和我分手 不是 我只是想让你明白 你不该对我这样的 我哥哥说 是啊 我的确不该对你这样 我真的错了 我能听出来 我哥哥的难过和后悔 但范美云却以为 他是在对自己认错 脸上有了笑模样 范美云道 总算你还知道错了 我们去吃饭吧 他又看了我一眼 不会和你妹妹计较的 年纪也不大 事儿还不少 我哥没说话 我周梅看着他们 我哥到现在还不发作 不知道他到底要怎么样 我跟着他们俩人 我跟着他们俩人走到了前面的街里面 范美云急不可耐的 管我哥哥要钱 你带着你的工钱了吧 我真的很着急呀 我哥哥道 你这次想要多少 一百 他委屈地说 你也知道的 城里人都是狗眼看人低的 要是没有衣服 我去了工作单位 也是被人笑话的 我妈好不容易才找的关系 进了储蓄所 我不想被人笑话 我没有钱 我的钱都寄回家了 我之前生病了 差点死了 就去月买了药 你怎么这样啊 明知道我现在很需要这个钱的 他跺脚道 我切了一声 要是一般的情侣 知道对方生病了 先问的 应该是对方的病吧 你可倒好 就知道钱没有了 对我哥哥 莫不关心 范美云脸上 火烧一片 瞪我一眼 我不是没注意吗 你少挑玻璃剑 我哥平静道 不管如何 我的钱都看病了 我拿不出来钱 我妈说了 你妹子的工作 如果可以让给我 就不用你拿财力了 咬了咬唇 她还是说了 其实我也不愿意 可是我妈的脾气 你还不知道吗 要是无病的话 那就是非打气骂的 我也没办法 就要委屈妹子了 她看了我一眼 在农村 男孩子娶亲不容易 嫁过去之前 可以提出来任何的要求 多少钱 要什么样的房子 三转一响 当然 也有要工作的 而南方家 为了给儿子找到媳妇 那是什么要求 都要答应的 还有那种 被儿媳妇的要求 逼得要上吊的呢 我的正式工作 让给了她 也是柳家占便宜 女生外向 我嫁出去了 也就不是柳家人了 工作在 还有什么用 加上 家里做主的赵琴 有一点不喜欢我 所以 她才会如此理直气壮的 提出要求来 可是 她不知道她的丑行 我哥哥已经知道了 我哥没有说话 领着她 离开我的场子 走出去很远了 在范美云 催促了好几遍之后 她才站在了原地说 我自然也不说话 你答应不答应 也没什么要紧的 她至高气扬地看着我 反正你说了不算 我和你妈说 她一定会答应的 我笑了笑 我听我大哥的 俊川 他一脸期待地看着我哥 我哥对他说 你的要求我不会答应的 以后 都会来这边纠缠我 我们黄了 范美云 啊了一声 有些烦躁 我说你这人 到底怎么回事啊 不给钱 工作也不给 就像白白地 得一个媳妇 我说过了 我不要你了 你也是念过书的人 听不懂啊 范美云 惊讶地看着我哥 然后脸色 变得很难看 她是真的 一点没想到 会被绝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觉得我和你 才处对象的时间长了 我就躲不开了 你可以随便 对我大呼小叫的了 要是你这样的话 我是不会给你 第二次机会的 我也绝对不会和你结婚 可以啊 我没有求着你嫁给我 我过去给你花的那些钱 我也不要了 咱们好聚好散 你也不用跟别人说你欺负我 我们两人在一起 究竟还是我吃了快 我哥说 你说什么 在美云怒急而笑 你说和我在一起 你吃亏了 我跟你花了不少钱 难道你想否认吗 这些都是我的血汗钱 就算我自己吃不上喝不上 也希望你能好好的 我没有什么后悔的 但是 你现在就过分了一点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重生之泼辣媳妇的逆袭 作者 楼蓉蓉 由楚婷 林怼怼 协重CV 连妹演播 第六十集 是啊 你花钱了 你赚钱不容易 可惜 我不是那种贪财的 不是说我欠了你的钱吗 好 我就给你好了 他说着 抓出了钱包来 抓出来一把钞票 砸到了我哥哥的脸上和身上 然后就呜呜哭着跑开了 我哥的表情非常平静 蹲下身 把那些钱捡起来了 差不多有个七十几块 我嘖嘖一声 出手真大方呀 我哥笑了笑 他是打定主意了 我回去求他的 他把钱放在了衣服口袋里面 我已经目瞪口呆 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哥 你 我哥笑着说道 这样激了他一次 怎么样也能挽回一点损失 不然啊 我不是白白地戴了绿帽子了 最重要的是 不能让自己太赌心了 他不高兴 我也能高兴一点 我笑了起来 怪不得 哥根本不说 之前碰到他和肩夫的事情 原来 竟然是打定主意 要坑一次范美云了 两辈子都和他做亲人 我是到了现在 才算是 对我哥哥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他喜欢一个人的 绝对是全心付出的 可是 要是死心放弃了 那就真的 不会再有任何感情 绝不会脱泥带水的 不然 他怎么能在伤心之余 想出办法来 质谋对付这个女人呢 我说道 可是范美云 不会甘心的 他还想要从你的身上弄钱呢 现在没得到好处 还损失了好几十 能甘心吗 嗯 你说的对啊 他这不是就回来了 我搁一台下巴 然后 就看到前面的范美云 步履匆匆的 他大概是 走出去了之后 没见到我哥哥追上去 有些着急了 就走回来了 他走过来 看着我哥 你 你真的就这样算了 你真心喜欢过我吗 还是在耍我 他的眼睛里面 全都是可怜的眼泪 委屈得不行 我哥道 我看到你了 昨天晚上在夜市 范美云就像是 被雷劈了一样 站在那边 嘴唇动了动 好像是要解释什么 可是 终究不知 该说什么好 都是误会呀 你听我解释 我只是个村逼 配不上你 嫁给我 你也只能当一个种地的 你不用委屈自己 我没求你嫁给我 你怀着深远 对你的身子也没啥好处 范美云嘴唇抖着 没有 我没有啊 他的声音很小 估计也知道 是瞒不住了 好在我之前 从来没有碰过你 不然我还真有点 说不清楚了 万一你把这个孩子 赖到我身上 我跟谁说理解啊 他露出了一丝 讽刺的笑容 那个钱 钱 我哥哥笑道 什么钱 之前我给你的钱 就算了吧 我不要了 我心中暗笑 这女人刚才一激动 把那么多钱都扔了 现在后悔了 也已经来不及了 真是有意思 范美云咬牙切齿 眼睛都红了 我说的是 我刚才扔给你的钱 你还是男人吗 算尽我这几个钱 我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你自己给我哥哥的 还要要回去 刚才说的义正言辞的 现在是咋了 后悔了 想要当婊子 还想要立牌坊 真是做梦 我哥哥给你花的钱 比这个不知道多了多少倍了 怀着别人的孩子 还在我们面前演戏 你也有脸要 范美云转头 就开始针对我 眼睛圆整 你有你这个离婚女啥事啊 我早就听李奥兰说过了 要防备着你一点 我没当回事 我真是没想到啊 你和你哥哥不过出去一个月 就能把我们搅和黄了 我觉得莫名其妙 我什么时候搅和你们了 我们逛夜市的时候 看到你和一个人搂搂抱抱的 结婚日期都定了 现在被揭穿了 要怪我 我心里冷冷一笑 柳瑶兰 原来你现在还在背后给我使绊子吗 真是个缺得带帽样的 自己不出面 在背后想办法害我 我怨恨着柳瑶兰 范美云却已经怪上我了 你这个离婚女 自己不幸福 就生怕我们幸福 我这就去你的场子 去找你的领导问问 看看你为什么这么不要脸 到底是谁交给你的 我哥一把拉住了她 阴沉着脸道 你要是敢埋调我妹妹 我就把你的事情 宣扬得到处都是 你十一结婚是不是 不想让我毁了你的婚礼 你就老实点 我说到做到 我信你就试试看 她的一起冷漠 眼神也很吓人 大夏天的 范美云愣是 看得打了一个寒颤 她咬着嘴唇 看着我哥 我在你心中 就这么没地位吗 还不如一个狗屁不适的离婚女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懂得打了一个好 Ap 在我手中 我一直以为你 都不会让我另一个寒颜